农历三月妈祖绕境热潮展开 主寺五财神和妈祖的乌日玉雀朝人宫 这天是展开两天一夜的绕境 行经大理乌日雾峰和草屯等地绕境55公里左右 妙方表示随着疫情解封 这参与绕境的人数有上千位 希望在五财神和妈祖的庇佑之下 为地方消灾起伏 鞭炮跟古镇生响彻云霄 凤马仔三水六直市古镇跟神教队等紧跟在后 主寺五财神跟妈祖的乌日玉雀朝人宫 这一天展开了两天一夜的绕境活动 也行经大理乌日雾峰跟草屯等地 要绕境无数公里 在绕境的过程当中 也有家人亲子朋友的互动 然后再护持着我们的财神爷 天上圣母还有众神 希望能够为沿途的这些百姓民众 然后能够来祈福 我们的这个绕境都会经过我们这里 我们会以最前进的心 派我们的这个阿兰队来迎接他们 祈福他们的绕境平安顺利圆满 今年适逢春二月 吴震玉雀朝人宫点竹同榜年 在清明前后展开照镜活动 由于与南投草屯敦河宫 都是来自福建省 漳州抚平河县西神故里 所以每一年的兄弟会乡 成了年度盛世 而至今已经持续了15年 而庙方也指出 随着疫情解封 这次参与的民众也来到了上千人 众神的理念心念是一样的啦 那希望能够让民众能够同目神恩 所以我们是主要是往草屯的敦河宫 它也是一个财神圆庙 但是因为我们玉雀朝人宫是有财神圆跟天上赠母 是两间宫合并成一间宫 所以我们两位祖神 然后所以就一起这样子一起出来 与一般的妈祖绕境不同 无止欲缺朝人宫是妈祖与五财神同时出学 五财神有三百多年历史 妈祖更是来自北港朝天宫 希望透过双位神明的加持 让地方信众健康平安才能捆通 这里叫爸台中采访到